在股市当中,它就是一个战场 股市里面就是一个战场 它是血肉横缩的目的 你当好玩 你如果当着好玩的 那就不要进入股市 你钱再多 也不要学 我试问 在群里这么多人 有几个同学是赚到钱的 不是从15年古代一直套下来的吗 是不是一直被套下来的 无知无畏 这就叫无知无畏 既然我们选择了学习 就应该做到 踏踏实实 脚踏实地 听完了 每天嘻嘻哈哈 是不是 你讲你的 我讲我的 反正 亏了又不是你的钱 那为什么不要将我们所有的战法当中 来运用到解套加盈利 解套 首先想到自己把自己的账户给解套掉 是不是 你看 你当你真正家里有钱 有矿吗 有矿 我没看见你有矿 我没看见你有矿 我没看见你有钱 那为什么大家就不能够做到心平气和心静来学习 学习好了 不是每天需要十盘的 需不需要每天十盘呢 不需要每天十盘 看准拿我们再上 没有学好我不干 是不是 我为什么要每天首养去买一下 是不是 为什么 不是要每天去买一下卖一下的 比如说我今天卖完了 没有合适的目标股 我没有预判的目标股 行情不对 这个个股不对 我今天选择休息 是不是 我选择休息的时候 我和大家交过一招 当你三不定律告诉我们 股数不变 操作不错 盈亏不等 那么当我发现 这只股票我连续操作失误 每只股票我都操作失误的时候 我就要总结自己 到底错在哪里 是不是 我就要总结 我停一下十盘 我坚决不买 我停下来 我总结一下 好 那么当我发现 我实在管不了手的时候 当发现这只股票 按照我的想法 我是要买进的 对不对 当我想敲下我这个 右边的这个买入键的时候 我就按照海克教我的一招 我自己心里想买的时候 我就把它卖掉 是不是 我现在说话听不清楚了吗 当我想买的时候 我把它卖掉 当我想卖的时候 我把它买 我把它买进去 那这样相反过来 是不是把自己的操作 就反过来了 是不是把自己的 就反过来了 那么反过来操作以后 我再用量学的标准 来看这只股票 到底是谁对还是谁错 是不是 当我想把这只股票买进去 我就把它卖出去 因为我说 卖错了 我还可以买回来 一旦买错了 是不是被套了啊 是不是 所以大家回答我 一旦卖错了 我可以买回来 一旦买错了 我能不能 卖走出去 我能不能卖出去 全部都是按照自己的想法 我来操盘一只股票的话 请问 你赚过钱没有 我问你 你赚过钱没有 你们先回答我这个问题 按照你自己的想法 去操作一只股票的时候 你到底总结 你赚过钱没有 你们告诉我一下 赚过钱没有 啊没有 啊没有 没有你为什么 就把它反过来一下呢 没有的时候 你说 你是不是 就应该 把它卖出去 停止死盘 不买了 那战法学的再多 大家只看 哎呀海哥讲得好 海哥的客厨讲得真是牛逼 啊 这讲到我心里去了 我以前 你看说没有懂的地方 海哥一讲 哎哟 哎哟 无雷灌烂 哎哟 这真是讲得好 是不是 那轮到你自己去死盘的时候 你为什么 就不执行呢 真的很难吗 哎 真的很难吗 你是胸太贪 啊 和大家说过 大盘底部的胆小楼鼠 大盘顶部 与色胆包天 一只股票 从三块钱涨到十五块钱的时候 我们是不是要卖了呀 它翻了三倍 是不是翻了三倍我们要卖了 对吧 而你在翻三倍的时候再买回 再买了 接着跌跌跌停 跌跌跌停 那请问你 是不是又在 你又回到了 你又回到了一五年的状态 是不是又回到了一五年 连续出错 你就要终于解决自己了 而不是在这里干什么呢 每天干什么呢 每天给你嘴巴在这里 这样 嘴巴 没用 啊 这个怎么样怎么样 第二天犯了同样的错误 和大家说过一句话 低开低走有什么 好 那今天讲课之前 我想请问 我先不截图 我们来看一只股票 大家呢 先呢 我们来看一下啊 我今天本来不想讲这么多 但是的的确确大家 太让我失望了 好 好 我们看一下 这只股票我提醒了没有啊 大家告诉我 这只股票 我提醒大家在哪里要卖掉 诶 我提醒大家今天在盘中提醒大家要到哪里卖掉 诶 好 是在这里吧 是不是 是不是 我提醒来这里卖掉 我要卖掉 对不对 是不是 不过大英的诗饼 你要卖掉啊 好 我们有一位十四期的同学 十五期的同学做的相当牛逼 大家为他鼓个掌 他带石饼追进去了 他非常牛逼 他非常牛逼 这是一进群里第十五期的同学 二 他看着我的一群说了这句话 大家看 我是在一群说的是 如果不能够有限站稳十顶叫卖羊 站稳十顶则吃骨 是不是这样说的 是不是这样说的 站稳十顶则吃骨 不能站稳十顶则卖羊 我是不是这样说的 是不是 那这一位同学今天收盘以后 他就问我 这只股票怎么办 这只股票怎么办 我说 什么怎么办呢 他说我今天在七十九块市买了 那我就问一下 你进来是学习的呢 你进来还是试盘 你进来还是根股的 我问一下 我问一下 昨天和大家说过 在这里和大家说过的一个问题 这是阻力自救 是不是阻力自救 我问一下 昨天的收评说高开地走 这里来一个回马枪 1.5个版的空间 这是属于阻力自救 他站稳了21位今天看十顶 是不是这样说的 是不是今天看十顶 如果十顶不能站稳我们就卖羊 是不是 那他为什么今天买了呢 他家里有矿 那大家说 他是来学习的还是来根股的 大家回答我一下 大家回答我一下 他是来学习的还是来根股的 好 那我该说的话也就说了啊 那么还是最好和大家说一句话 师父领进门 心形在个人 好吧 师父领进门 心形在个人 我们每一节课和战法 教的都是大家一样的 好 在这里和大家说过了 我们要把它当做什么来看 当做回马枪来对付 是不是啊 回马枪在后面 是不是1.5个版 是不是1.5个版 那么不能站稳 大英师领是不是叫卖羊 那大家我问一下 今天的分神量拨是不是尖角拨 然后滴滴滴 滴滴滴 那样 是不是啊 这是很简单的一个道理 那么我就再和大家强调一遍 希望新同学进来 好好学习 天天向上 不该问的问题不要问 不该跟的股票不要买 看不懂不要干 没有预判不要做 能不能做到吧 能不能做到 能不能做得到 好多同学都是没有学会的 有些新同学在回答的好 回答的好个屁 记住了记住个屁 好那么我们今天呢 进行我们今天这个课程了 那么今天是我们第十五期的 第九节课了 那么这个课程带我们星期天 我们就要结束了 希望大家还是要好好学习 天天向上 太阳太阳不如 无平的岁月和脾气 世上苍脸的我 这些我不曾遇见 只能为你 我们和你在我身边最远的 伤感受的 心脏帮我 多爱的那眼睛 好那么我们今天晚上的课程正式开始 大家晚上好 那么我们前面 在综合战法当中和大家都讲过了 那么这里就涉及到各阶段战法的要点 首先这是一个综合的课程 一个综合的课程 那么我们从这里前面不和大家解读 前面就不说了 希望大家遵守规定就行 那么首先要懂得顺势而为 顺势 就是这个势一定是阻力行为 顺势而为 灵活运用各阶段的一个战法 那么每只股票都有一个完整的运行的周期 股价经过长时间的下跌之后 便开始事件增补正起拉的一个运行动作 各阶段有不同的战法与之对应 我们应当识别当下股票所处的位置及运行的节奏 跟随阻力的动作顺势而为 记住一定是顺势而为 为什么和大家说过一定是阻力定力 我们只需要做到顺势而为 到什么山头唱什么歌 各阶段灵活应用不同的战法 进行一个波段的操作 结合量波涕领 加快解套盈利的步伐 实现利润的最大化 本课棚将总结各周期 各位置所对应的不同的战法的要点 好 我们来看一下 和大家讲过 这节课看完之后 刚好对应我们大盘的位置 好 这里就讲一个 挖坑末端 夺米代战术的要点 首先我们在选择一只股票的时候 一定要注意 先视为看盘 从右向左看 大家看 我们当在这里从右向左看的时候 是不是看见这里是首跌缩量 是不是首跌缩量 那当在这里看到了架柱 想到量柱 它是缩三一的下跌 好 一路下来 好 这里呢 大家看是不是一个长阴短柱 一个丝痕形的背量因 好 背量因以后我们就注意 这里呢 就是往下的挖坑 凡是上宫不过左侧大因石顶 这只股票要不要跌 要不要跌 好 现在把这个流光药给我进行 以大因石顶不能站稳 它就会继续跌 好 跌到这里的时候 大家看 是不是又是首跌缩三一的量 它是不是又是假跌 这里就从上往下看 看到架柱想到量柱 这个中间大家看 它都是摆入低量群 对吧 好 这里再下来 这是不是形成了一个筹码 白仪 是不是形成了一个筹码 白仪 是不是这样 好 白仪之后 大家看 是不是开始了抖米袋的战术 怎么抖米袋呢 就是它故意挖坑 看一下 这又是首跌缩量 然后开始挖坑 对吧 这里是不是已经破了我们的谷底线 看一下 是不是破了谷底线 破了谷底线以后 它就是开始抖米袋 好 这个抖米袋的过程当中 我们在前面里和大家讲过 有一种柱底 叫做阴阳间隔筑底 阴阳 阴阳 来 看到没有 阴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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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是间隔筑底 是不是间隔筑底 这是阴阳间隔筑底 次阳盖了全阴 好 这一盖全阴 是不是占我的阴柱的尸顶 大家看这一段 是不是占我的阴柱的尸顶 阴柱的尸顶 一占我回踩不破 就来个掌平吧 这个掌平板之后 第二天是跳空不补 零号开在了谷底线 看到没有 是不是开在了谷底线 开在了谷底线之后 接着是零号跳空 来踩这个背量柱的实体 再来一个掌平板 我们看一下 一 二 三 四 五 有五个掌平板 大家看一下 五个掌平板是不是已经回到这里来了 是不是回到了首跌的地方 也就是侦察兵到过的地方 后市一定会到的地方 好 那么 一 二 三 四 五 好 现在我们说不见九阴不出祸 现在看它是不是九阴 它是不是九阴 这里就成了架柱盖阳 亮柱是稍微的一个单圣 是不是 后面怎么上 它都过不去了 后面怎么上都过不去了 那么我们在这里看见 挖坑末端的斗笔队的战术意义 重要点 首先找到第一亮柱 大家看这是不是第一亮柱啊 我的箭头啊 就是在这是第一亮柱 找到第一亮柱 识别最后一跌 增量一 你看啊 最后跌是不是增量了 最后就是增量了 然后呢 找到第一亮柱 加上小魏阳的确认 盖过阴柱的石岭 就是次阳跟庄啊 过二一是个金庄 盖石岭是个强庄 后面的涨幅可以达到30%以上 明白吗 所以三星规律解读 与极阴次阳战术的伏击 这是我们马上下一周 就可以运用到的战术 记住了吗 记住了没有 好 我现在在这里打一个岔 现在开始 凡是问这些问题的新学员 把他们全部给我经验 好 记住了啊 这是下周的一定会 下周会用到的啊 也就是识别阻力最后一跌 用真量阴来对付他 真量阴对付他以后 一定要等到次阳 次阳 这里想的就是阴阳 阴阳阴阳 间隔住底 最后一次就是要阳盖阴的确认 找到第一亮柱 加小被阳盖过阴柱的司令 这就是他在底部使用了一个间谍战法 好吧 好 这是挖坑末期 接着再来看第二个案例 第二个案例就是驻底阶段 接力双阳战术的要点 比如大家看这一段 驻底阶段 接力双阳战术的要点 就是刹车换挡加油三步举 看这里 也就是说我们到了底部以后 今天和大家讲过了 这是不是长颖短住 是长颖短住吧 长颖短住首先把它当作真底对待 真底三日不破 真底就是什么意思 就是我三点钟收盘 经过了十五点八个小时 到四九点钟开盘 依然保持在这个价位 它不管全球的疫情影响 军事影响 政治影响等等 这就叫真底 也就是说为什么叫周五大家空仓 大家想一想 平时的真底是不是一天一晚上 平时的真底战法是一晚上 而周五空仓 是不是经过了三天 经过了三天 他依然还保持在这个价位 大家说 这个真底 牢不牢靠 也就是说 世纪五出巧安排 我们可以周末选五 发现他这个真底依然保持在这个价位 那么他的真底 比我们平时的真底更加老靠 所以这也是我们下周要用的道理 那么有了真底 再结合赤阳跟庄的战术 结合赤阳跟庄的战术 那么王牌剑等三天 一二三 是不是有了个将军柱卧底 有没有将军柱了 有没有将军柱 他这有了一根将军柱 为什么他就刹车不行呢 他没有站稳左侧的大阴的石顶 所以只能算刹车 这也是技术要点 他凡是不能够站稳 最近的大阴石顶的时候 他一定会跌 只要不破基柱的石顶 他将可以成为黄金柱 但是他的量性走路 阳阳阴 可能要踩底 也就是说量性降级 再用王牌为卧底矮将军 好 大家说他是不是刹车处 他就是一个刹车的王牌 那么量学讲究 不做刹车做换挡 好 这里是长腿探底回升 一般是一只个股阶段性的底部 那么左掩帧右确认 我们看一看 第二天 是驾掌量说对不对 是驾掌量说第三天 领靠跳空 说量足夹小背扬 确认了 一二三 又来个跳空 他是不是黄金柱换挡 是不是黄金柱换挡 那这里就成了精准线 是不是精准线 黄金柱成立了 他是不是站稳了最近的大英司令 大家看一下 有没有站稳最近的大英司令 一站稳回踩不破 对吧 好 回踩不破以后 我们看一下 这一个可不可以做黄金线 可不可以 这就换挡了 合力了 合力了 这里就是一二三 是一个高亮柱 兼我们的将军柱 后面是不是有一条 将军线 有没有一条将军线 他不过左风 就一条长阴短柱下跌 有一条精准线 黄将军线 黄金线上有没有杨盖英啊 赤阳零号赤阳输量盖全英 一盖可不可以进了 那么这一步 大家看一下这里 是不是一级金街 有没有一级金街 以十顶化线有没有一级金街 有没有一级金街 现在再化线 以基督的十顶化线 有没有二级金街 有没有 我们先不谈他的底 这里以十顶化线 以十顶化线 是不是 刹车加换党加油 要是说 刹车换党加油三部曲 盯住精准线 掌停在远前 换党王牌质量 要好黄金或元帅 明白没有 换党的王牌 一定要成黄金或元帅 然后足迹抬高 金街抬高 黄金线上阳盖阴 数量次阳盖全英 零号 零号腾空在左锋 要不要上 要不要上 这里就要上了 这里一上 一二三 三板 第四板不锋 走走 第四板不锋 应该坚决走人 是不是 四板不锋 我们坚决走人 现在大家看过没有 也就是在这里 是刹车 记住了 是不是刹车王牌 刹车 换党 是不是换党啊 刹车换党 当一个王牌在同一条水平线上的时候 请问我们他选择谁 这是刹车 这是换党的话 我们在同一条水平线上 可不可以选择他 是不是他最好啊 因为他是小贝阳的王牌柱 对不对 他又是小贝阳的王牌柱 他后面一二三不破顶 他又是黄金柱 跳红不补 先者优先 他又成为了远帅柱 大家说 是不是他最好 对吧 那与他的司令 再换一条 金阶 是不是黄金线上扬盖英了呀 是不是黄金线上扬盖英了 黄金线上扬盖英 逢低介入七成金 零号跳空 掌停板 四板不锋 坚决走人 好 这是筑底阶段 揭力双扬战术的要点 也就是说 不坐刹车 坐换党 黄牌剑 等三天 三五八天 方向圈 接着再来看 筑底阶段 凹底淘金的战术要点 助理阶段 奥底淘金战术 盯住王牌住 化好工坊线 盖英就揭露 结合式为 奥底 注意奥底的空间 一般为 1.5个掌停板 把它当为 什么来用 把它当为回马枪来对待 好 这一支票 从我们的左侧开始和大家看起 假言正阳 缩量一倍 是不是假跌 假言正阳 缩量一倍 是不是假跌 不能站稳 高量领 要不要跌 高量破 有灾祸 等待王牌再操作 是不是要等待王牌再操作 来 石顶不能站稳 他就不能攻 石顶一破 就叫高量破 有灾祸 等待王牌再操作 这一下 要不要还画这个掌平板的底呀 很多同学亏钱 就是自己画线 画亏的 你只记住 高量破了 就不要画线 没有王牌 不操作 我今天说的这个标准 已经说到了极点 高量破了 你不要操作了 一定要等待王牌再操作 也不要在这里给我画什么掌平板 什么二一位呀 什么石顶啊 石底呀 都不要画了 你只记住 王牌坚 一二三 是不是黄金柱 一天两天三天 是不是黄金柱 对吧 好 它是黄金柱 那后面出现一个合力黄金 一二三 请问 是不是要取第二个黄金柱 是不是要取第二个黄金柱 你只记住 一二三 不破顶 它将是黄金柱 以它的石顶画一条线 它在这里 大家看 是不是也是一个刹车柱呀 是不是也是一个刹车呀 那么它就形成了一级进阶 是不是一级进阶 只要不破这个黄金柱 后面的打压 只要不破它的顶 那么来了以后啊 就要等待第二个王牌出现 明白我说的意思没有 好 这里大家看是不是单枪 是不是单枪 单枪 看顶 金柱回踩黄金柱 是不是黄金柱 金柱回踩黄金柱 黄金柱 看下有没有杨盖银 黄金线上第一杨盖银 对吧 一二 重点点我们注意 这一天不算 一天两天 我们可以预判它了 只要不破这个石顶线 它可不可以是黄金柱 这叫预判黄金柱 只要这一天不破居住的石顶 它将是黄金柱 大家看一下它是不是柴顶 这个量说了柴顶来了 来了个掌平板 对吧 好 真正的揭露点 是不是在这里换好攻防线 杨盖银地揭露 杨盖银揭露 这是我们的什么 盖银就揭露 是不是伏击掌平 盖银揭露是不是伏击掌平板 这就是伏击 那么伏击参与伏击掌平伏击掌平 他将是接令 是不是接令了 OK了掌平板 好 这里是不是板后单枪呢 大家看是不是板后单枪 板后单枪第二天说量已备 也就是说这一个是个假扬 那出了假扬之后 虽然是说量已备 那他有没有第二天把它给盖阴呢 有没有 你告诉我 有没有盖阴 没有盖阴 那相反 出现一个跳舞空音 我们是不是 它叫下跌了 这里出现跳舞空音的话 是不是叫跌了 那注意思维 大家看这条线 高量底是不是就在眼前呢 高量底是不是就在眼前 不过高量底 它能不能涨 不过这个高量底 这个股票能不能涨 它就涨不了 所以只有1.5个板的空间 大家注意 凡是下一周 只要它只跌 三日做成黄金柱了 三天只要 一二三做成黄金柱以后 形成了一条线 不破这条线 我们就可以吃股了 好吧 只要下周的股票 凹底淘金 只要出现这样的涨停趋势 我们就可以吃股了 还有的 就是要去找到这样的票 这就是我们下一周 马上就要面临的股票 涨停趋势 这个一定要注意 好吧 好 这是凹底淘金 接着再来看 吸筹阶段凹口淘金的战术要点 好 我们刚才讲到的凹底淘金 是不是 那现在看 这一个地方 是不是一个黄金柱 一二三 破不破它的顶 来 一天两天三天 破破零 不破顶 来个涨停板 好 那这就是一条金柱 也是一个黄金柱 好 这里是高浪顶 来 有王牌才上去吧 是不是有王牌 来 站我的高浪底 一蹭吻了十几 它才会往上涨 好 当它这一只股票 突然之间 开始往下打 大家看 是不是凹口突然一下线 来 你在这里涨的 我简单来说 我们这一只股票 在这里涨的好好的 突然间跌了 凹口的就突然一下线 是不是个长阴短柱呀 是不是个长阴短柱 今天有位同学说 他找不到凹口 好 它是个长阴短柱 好 OK 你就以这根大阴的尸底 画出一条水平线 这就叫凹口平几线 也叫凹口淘金 好 你把它画的放在这里 以后大家能不能做得到 你把这条线画在这里 然后结合我们刚才讲的凹底淘金 凹底怎么淘金呢 王牌键 一二三 他是不是王牌柱 是不是王牌柱 一天两天三天 他就是王牌柱 隧阳慢生 对吧 这是不是隧阳慢生 庄家独吞 隧阳慢生有好戏 单枪打大鹰的使领 大家看 这里是不是零号腾空 站稳啊 凹口平凡线 这里是不是零号腾空 站稳凹口平凡线 站稳凹口平凡线 往往有中大洋 我们先从奥底淘金 刹车换挡王牌出来以后 再来看站稳凹口平凡线 大家以后怕不怕 站稳的这个凹口平凡线以后 大家不要怕了 站稳其四顶他就会打十顶 站稳十顶他就要飞 能不能做得到 这个不要我讲了以后 再来问什么就不知道凹口了 这是凹口平凡线 站稳往往有中大洋 那这里是绑过左风 后单枪 是不是绑过单枪啊 来 驾板亮说 刚位的假音 你当什么看 先出来你就后观察 那么当我们和大家说过 凹口大阴最好是长阴短柱 凹口的这根大阴弹最好是长阴短柱 凹底的王牌构建越扎实 后劲越大 他一定要扎实 他的后劲就大 凹口平和颜预警与伏击 这就是先预警 好吧 你在这里画一条线就预警 只要他一站稳 就是伏击点 我讲的很清楚了吧 同学们 你先学会预警 就是以下跌最凶狠的这根大阴的诗底 你先画一条线在这里 然后等他刹车换挡王牌密集 站稳扰口平和线 你就伏击 伏击以后 拿着拿着他就是长平板 不要你去追 不用你去追长平板 你伏击长平板 这也是我们下个星期必须有地方 下个星期也就是这一波大盘的调整之后 我们所有的战术 都在今天这一条课里面 学会预警 学会伏击 好吧 这是预警 这是伏击 这个很详细了 那么再来看一下 吸筹阶段 镇仓启动战术的要点 那么吸筹阶段的镇仓启动战术 找到左侧的他平衡 关注长腿踩线 以及回踩精准的行为 结合低量柱与急阴赤阳的战术 好 我们在这一段看 他是不是遂阳慢生 不能站稳大阴的司令 来 这一波遂阳慢生呢 有没有站稳大阴的司令 对吧 没有站稳 好 那么我们这里是不是王牌住了 有刹车王牌 对不对 也就是说 他不能够站稳这一根大阴的司令 他一定会跌 那跌的时候 他就采用了长阴短柱 长腿踩线及回踩精准 你看 这是不是长阴短柱有底打压 是不是打到了他平衡 什么叫他平衡啊 就是借助了前面的王牌 借助了前置基因 借助了他人的力量 好 这里是长阴短柱 大家看这里有没有有点不对头啊 长阴短柱是不是开始增量了 好 那么我们就要结合 基因赤阳的战术 第一 这里基因赤阳有没有过二位 这里的基因赤阳未过二位 大家看 他是不是形成了低量柱了 第二天的十字星 是不是形成了低量柱 那这结合低量柱 基因赤阳 好 低量柱一形成就零后跳空了 说量增加小备阳确认 低量柱的到来 证明我们的抄底三绝就快到了 第一看量柱 对吧 量柱是否形成百日低量或近期的低量柱 看是否赤阳的关键性的架柱 是否有关键性的量柱 你看一下这里是不是零后跳空在大阴司令 是不是零后跳空在大阴的司令 这个时候我们是不是要跟庄了呀 这个时候就要跟庄 金赤阳 则福建昌 占为阴尊的司令 他将是一个强庄 拿着拿着就长平板了 对吧 那么这里后面 量性逐渐走落 脱离带水 游游饮 是不是 他就是不干脆 我叫你给我一百块钱 你就在这里天天十块钱 你看 给你十块 还我五十 我再给你五十 是吧 给你一百 还我五十 大家说这样的人是不是很小气啊 小不小气 这样的就是脱离带水 小你小气 是吧 不大气 犹豫不决 小气 小气 好 他刚刚有性走落了 是不是走落了 好 那么我们现在来看 他在这里是不是又是一个 什么 凹口突然下线 是不是凹口突然下线呢 是不是 凹口突然下线 是不是 好 那么你就要等着他 回踩到 你看 这是不是他平衡啊 是不是他平衡啊 他是他平衡的建构 他平衡的建构 好 我们要达到自己的平衡 这一个是一个高亮柱 是不是高亮柱 高亮柱它又是个假扬 对吧 是不是假扬啊 好 那么经过了后面的确认形成的架掌量 说喇叭口 大家说 一二三 是不是黄金柱 是不是黄金柱了 好 黄金柱了 那么后面这个合力王牌 一二三不破顶 它是不是可以形成一条黄金线 画线只需要画这一条 一二三不破成为了黄金线 那么我们只要等待他黄金线上扬盖音 大家看 他在这里是0号 黄金线上扬盖音没有 扬盖音没有 黄金线上扬盖音 并且站稳了凹口什么线 站稳了凹口什么线 他并且站稳了凹口平衡线 首先你的这个大英式领域警 然后站稳凹口平衡线叫伏击 是让伏击了 那么一伏击他站稳了21位 第二天回踩大英式领域 也就是二口平衡线不破 是不是形成了架掌量说的形态 是不是形成了架掌量说 架掌量说折尽作多 零号腾空 掌听满 好 关于他金红 懂了吗 这就是他人的力量 这个呢就是王子老师 这里就是海哥 这里就是你自己 懂了吗 你们建筑了王子老师和海哥的力量 达到了自己的平衡 形成了一个架掌量说的高质量的黄金柱 就形成了自己的平衡 我们翻身做主人 那就可以唱了 我要飞得更高 飞得更高 是不是 懂了吗 这也不用问了吗 我给你们讲的很生动了 也就是在这里 是他人的力量 王子老师海哥 这是你自己形成王牌柱 极音质量 形成一柱一线 站稳了什么 站稳了二口平衡线 我们来一个欲求 什么时候站稳 我们什么时候伏击 我要飞得更高 他就是这样飞的 这就是一定要记住 结合我们左侧的他平衡 关注长腿踩线 及回踩金柱的行为 结合低量度与极音赤阳的战术 好 再来看一下 启动阶段的现场直边战术的要点 那么找准上方重要平衡线 结合单枪战法 及异动看盘 突破上方重要平衡线时伏击 比如 这一个票 就是依托了这根大鹰 是不是在现场直边 大家看 是不是依托了这根大鹰 它在现场直边 那么下面呢 是长鹰家长腿下跌已到位 是不是只是一个预判 没有站稳其实顶 它能不能长 没有站稳其实顶 就没有突破大鹰私顶平衡线 就是直边的一个上轨 那它就不能够长 那么它在下面呢 就憋出了一个精准线 好 那么我们插什么呢 现场直边五要素 憋出王牌 憋出精准 憋出阶力 憋出上轨 来 憋出摆迪 来我们看 摆迪有了吧 摆迪有了 是不是 底部精准线有了吧 有了 好 再来看 王牌柱 它是不是远摔主啊 一二三 跳空不补 它是个远摔主 有没有错 有王牌了吧 好 接着再下来 我们来看 教大家一招 这是真底对吧 我把箭头重新给大家看一下 这是这个真底 是不是这个真底 有真底了 有王牌了 好 这里长腿探底回升 来那个真量音 我们先不管它 没有有效跌破 好 这是不是第二个真底出现了 这是不是第二个真底 那么这个真底是否比它高 这个真底比它高 那么真底高 一定要出次阳 不出次阳 大家看 它有没有名号次阳盖拳因啊 名号次阳就盖了拳因 那这就可以说 真底抬高 如同君皆抬高 一个真底 两个真底 是不是 真底抬高 王牌抬高 一二三 真底抬高 王牌抬高 一二三 对 有没有一个双人脸洞 一扬二衰 是不是王牌也太高了 王牌太高没有 那我们的王牌的 他也太高了 真理的也太高了 那么军阶也太高了 是不是 王牌太高 真理太高 军阶也太高了 真理太高如同军阶也太高 好来了 这是不是第二级黄金线 看一下这是不是第二级黄金线 他在上面有没有过顶啊 没有过顶 对吧 那这是第二级黄金线 当他在这里 开始邦邦邦 注意 零号同空 一二三 是不是用了一个黄金柱啊 有没有黄金柱啊 来 一二三首先有黄金柱 大家看他是不是站稳了 大英十点平衡线突破上轨回踩不破 是不是 小辈阳姐别 十字心说量回踩确认不破 零号就偷空 看一下 这就是现场直别的战术 真理太高 如同金阶太高 金阶 金阶 这里 看一下 王牌太高 三级金阶 飞不飞 他就要飞了 所以一定要结合 比如 突破上方重要平衡线 结合单枪战术及一栋看盘 突破上方重要平衡线是伏击 你看 回踩不破 我要进货 零号腾空 加仓 懂了吗 这是现场直别的 好 再来看 过风阶段的战术要点 我们来看一看 这是不是一个高亮的假音 也叫高亮柱 是不是高亮柱 这是一个高亮柱 那么在这里呢 是有一个低开上弓的动作 成了一个阻力自救 阻力自救 是个低开的反包 我建议大家在这一天 应该都差不多结合先高抛 这样一个战术 你们在书上也没有 你们在特训班也没有 是不是 只有海格有 和你们讲过吧 低开高走的反包 尽量在这天全部高抛 对吧 你至少要高抛仓位 第二天 是不是低开 没有站稳高亮柱十顶 是不是没有站稳 没有站稳高亮柱十顶 OK了 跌 好 跌完了以后的 穗扬慢生 他来了个什么突破 大家看 是不是一个假突破 没有有效站稳 是没有有效站稳 没有有效站稳 他就开始跌 长阴短柱 那么我们刚才教过大家一招 要不要预警呢 在哪里预警 是不是以他的实底线预警 以他的实底线预警 1123是不是黄金柱啊 黄金柱了 是不是 1123黄金柱 OK了 杨盖音 杨盖音 回踩不破 你看这里是不是站稳的 凹口平均线呢 站稳的凹口平均线 对不对 接着呢 是他的大音的实顶 对吧 大音的实顶 回踩 破不破他的顶 不破 马上出了一个杨盖音 请问 在这里是不是站稳的凹口平均线 首先 究竟看 是不是站稳的凹口平均线 第一 站稳的凹口平均线 站稳了他 接着再来看 是不是再次站稳了什么线 高亮柱实顶线 来 过 回踩 不破 这是不是要综合的战法呀 要我们综合的战法 过风啊 要灵活 运用二号战法 找准王牌柱 画好攻防线 单枪战术 攻击左锋时预警 你们看看 这是不是一个一一二三 是不是个过顶的黄金图呀 对吧 一级进阶 二级进阶 来 一二三不破顶 是个黄金图啊 何的黄金 它是不是一条进阶了 接着再以大英十顶画一条线 回踩不破 第三个 一一二三 以它的十顶画一条 是不是三级进阶呀 简单吗 来 一二三 三根黄金柱 就搭正了一个黄金梯 它就飞了 这就叫二次过风 首先 是不是一二三 三个黄金柱 二次战往高亮做十顶 它就飞了 这一定要注意二次过风 首次过风 往往有回落 看住第一波 盯住第二波 王牌立即一举夺冠 回踩不破 小燕子 好吧 这个要记住了 这就是回踩不破 你看 后面的亮柱很明显告诉了我们 是不是阻力控盘呢 后面的亮柱很明显告诉我们 阻力控盘 价长量缩 则机作多 加上一个王牌柱 两个王牌柱 对吧 加上在这里呢 你看三个王牌柱形成底进阶 再加上二次过掉高亮柄 它就飞了 这个 我就不重复了 所以一定要划好 首先是找好王牌是关键 划好攻防线 才是我们需要的 好 那么过风阶段 保顶 过风保顶 阶段战术的一个要点 大家看 这是个高亮柱 国内有 同学说 是破理 到底是看价柱 还是看亮柱 和一 均和看盘 你看到价柱就要想到亮柱 大家说对不对 看到这个价柱 是不是要想到这个亮柱呀 第一为什么呢 它是高亮柱 高亮柱对应的价柱的石顶 划出一条线 它就是左锋 记住了没有 高亮柱对应的价柱的石顶线 划出一条线 它就是左锋线 那这里看 是不是左锋没有照文 第一了 这一段 是不是采取了濒临陈下 对吧 濒临陈下 掌停板 然后甲云镇阳 赤上涨为强庄 是不是过风呢 过风没有 过风以后就形成了这里 大家注意 这种长腿彩线 过风保顶 是不是要保这个顶啊 刚才给大家画的风明线 它是过去了 回彩确认 叫过风来保顶 保顶成功以后 我们等待杨胜英的揭露 这就是杨胜英 对吧 濒临陈下的时刻 划好攻防线 过风 回彩确认 跟进确认的方式 就是领靠或回彩不破 好 这就是 这就是右侧杨胜英的行情 那么以上 好 上来以后 大家看 甲云 缩量一倍 对吧 接着呢 又说 马上来到杨胜英 冰雪占了高亮点 占完以后 大家看 它是不是叫回彩不破呀 回彩不破 占完以后 它也是回彩不破 回彩不破 你看 亮柱说亮了 回彩不破 板了 一二 是不是 一直往上板 这就是天河防雾 记住了吗 它为什么一直往上涨 就是这里过风来保顶 然后开始了增程 这里 就是再次来保这个 高亮度时顶线 形成了黄金线 黄金线 长平板 一二三四 四个板 这个一定要记住了 就是过风保顶 大家要记住 然后呢 我们主要讲 就是在这个 祖生阶段战术的要点 每一轮都有流骨 大家不要灰心 每一个 每一期都有流骨 那么祖生阶段的战术呢 一定要结合流骨三绝的运用 高亮不破 背亮不穿 跳空不补 下掌亮说 与康桥的战术 高亮顶底攻防 甲银针阳的战术 四日上涨为强壮 那顶底互换二四上弓 黄金十字架 回马枪战术 有序缩量 回调不破靠山 那么我们学习量学 大家说 我们要做什么装 那在学习所有的战法当中 我个人认为 我个人认为 大家一定要学会 祖生阶段的战法 那你说在这些战法当中 都是强装的战术 都是强装的战术 参与一年 你只要参与这样的 祖生浪期间的股票 一到两只 你可以休息半年 这是真谛 不是需要我们每天 来买股票的 好 我们来看一下这只股票 大家看一下这只股票 找到当前的高亮度 是不是他 找到当前的大英 是不是他 是不是他 好 当在这里 睡羊慢生的时候 注意 这是睡羊慢生 小备羊 过主峰 回踩不破 抬头 这个时候 一抬头 我们跟不跟进 就要跟进了 那么一二三 形成了黄金柱 以他的尸体 画着一条黄金线 大家看 后世无论怎么打压 第一 不破顶 第二 不破金线 形成了 凹底接力 小双羊 接力小双羊 活向两只眼 盯住金嘴线 他那么是不是 金嘴线 大家看 是不是金嘴线 盯住金准线 掌停在眼前 好 这里你看 这是不是黄金线上 阳盖阴了呀 黄金线上 阳盖阴 缝闭 介入七神经 小备羊 是不是过左峰了呀 小备羊过左峰 名号腾空 大家看 他是不是高亮度 是不是高亮度 你一直看 他是不是高亮度 他是高亮度 那么我们就观察到后面的走势 如果形成了 架涨量说 我们就要使用康桥战法 高亮顶底攻防 是不是 你们看后面的两天的走势 是不是架涨量说呀 是不是架涨量说 好 那么架涨量说 是不是应该折击做多了呀 架涨量说 折击做多 这里一跟上 就是个掌停板 对吧 好 掌停板之后 我们就来看 他是不是个高开低走 吃了数量一倍 说三一 接着又来个高开低走 是个增量 那吃了又是数量一倍 这是不是采用了倍量伸缩呀 伸缩伸缩 对吧 好 缩完以后 大家看他凶龙打压 破不破靠山 你别看他在这里打 他破不破靠山 使用回马圈的战术 有序缩量 回调不破靠山 12345678 第九天回马圈 大家看 在这里 我们是不是来回踩的掌停板的底 仰盖音 对吧 是不是次阳盖全音 并学赵文的高量底 是不是要采用高量顶底攻防 赵文的他的实力 并学仰盖音 这就是赵文高量顶身边线 阳盖音 缩量回踩不破 掌停板 对吧 好 掌停板以后是采用板后单枪 是不是板后单枪 是不是板后单枪 板后单枪 来 回踩不破大音的实力 是不是不破大音的实力 高量破破破 来 他的高量破破破 板后单枪 上针 下踩 侦察兵 他们都是侦察兵 那么下来以后是缩量三一 零号跳空 看到没有 他就采取了是也是回马枪 对吧 也是回马枪 零号同工 一个板 两个板 三个板 好 那我问大家一下 这里是不是高量涨停 对于昨天来讲 它是一个一只板涨停 没有量 今天是不是发烧了 发烧量 按照我们这里的领则 一二三四 四板 发烧住 要不要先走 好 我们在这一个月当中抓住这一只股票 搞了四个涨停板 大家说 我可不可以休息一天 或两天 或三天 够了吧 我用一百万 抓了四个涨停板 我赚了四十多万 五十万 是不是 我赚了五十万 我可不可以休息了 如果你再看懂了这样的票 有再出现 你再进去干 不是每天需要去抓涨停的 也不是每天需要去吃盘的 也不是每一个涨停板都是你的 没有一个人做到 每天都可以涨停 也没有一个人做到 所有的流股都是我的 如果他说这句话 他一定是吹牛逼 包括王子老师都不敢说这个话 每一个流股他都有啊 那他就在吹牛逼 如果王海格说每只流股 我都有 我也是吹牛逼 这个要记住了 所以我们一定首先要是 相信量学 学习量学的标准 和进退的标识 好 这里一定记住了啊 使用这些战术就是强壮 就是强壮 好吧 好 这是一 那全阶段急阴次阳战术的要点 大家记住了 首先这是挖坑末期 次阳盖全阴 要跟庄 这里是回调不破黄金线 黄金线上阳盖阴 要跟庄 看到没有 这里又是黄金线上阳盖阴 我要跟庄 这里双阴洗盘 黄金线上阳盖阴 好 这是不是又是黄金线了 对吧 这又是黄金线上阳盖阴 我要跟庄 睡阳慢生 来 吃骨 好 我们再注意 这里 这里是不是没有站稳高亮柱的石顶线 没有站稳高亮柱的石顶线是否要跌啊 要不要跌 首先说 不说他跌 他能不能长 能不能长 不能长 所有的单枪都没有打过其师领 并且次阳未过二一位 要不要跌 好 不能长 我们其实领 所有的单枪都没过 第二 次阳未过阴半 你不管他 这在所有的次阳都没有过他那一位 就叫亮学说 不过鬼门关 阳王请你去干什么 阳王来找你咯 真凌军 看见没有 不过鬼门关 那就阳王要找你了 希望大家都不想见阳王的话 那就不过二一鬼门关 就叫假反弹 好 这里下来以后 大家也可以看见了 不过鬼门关叫爹 是不是爹 爹 这里打结 一 二 是不是打到了黄金线上的第二级黄金线 也叫打结 三打二 五打二和三 是不是打到这里来了 打到打结 叫黄金结 这里是他平衡 大家注意 就是下周 注意还有一个涨停趋势 那这里和大家再讲一下 左侧有他平衡的建构 加上基因次阳叠加加上基因次阳的叠加我再重复一遍左侧有他平衡的建构加上基因次阳的叠加就是双重基因 这个基因次阳要把这个阴给盖了 叫基因次阳 它起到了双重的作用 也就是它的基因 助长基因多了一个基因 能不能做得到 好 我们重复了 那么一二三 大家看 基因次阳 则伏建昌 甲阴真阳 千流带涨 是不是 好 那么次阳的高度决定后市涨幅的高度 看到没有 次阳之后的确认最好有领后 或柴顶或小北洋 领后吧 是不是领后确认了他 领后又确认了他 也就是说无王牌 自平衡在这里的时候 无王牌的时候 我们叫真假高大王被封 没有王牌 看跳空 当我发现这只股票连续出跳空的时候 就要注意 炒股好比斗地主 没有王牌一定输 但是它的斗地主的时候 它出的全部都是炸弹 这个时候就要注意了 一个炸弹不稀奇 两个炸弹就要注意了 第三个炸弹 你就可以闭着眼睛去参观 没有啊 好 这里元帅柱 一元帅 黄金柱 一二 这里大家看 是不是高弹柱 这个阶段 这里是不是高弹柱了 是高弹柱 好 高弹柱形成假银之洋 假银之洋 至上涨为强庄 如果不涨 硬不应该缩量 缩不缩量 缩不缩量 缩三一缩三一 等于缩二一 缩量 来 次洋盖全阴 大家说是什么庄 次洋盖到阴顶 我们应该 再进去呀 对吧 这就是反弹的 对 极阴次洋的高度 决定的反弹的力度 接着再下来 长阴短柱下跌 回踩不破高弹柱 不破假阴的使领 阳盛进 是不是阳盛进啊 是不是阳盛进 黄金线下又是阳盖音 明靠 次洋盖全阴 一概零号跳功 掌平板 这个一定要记住了 所以次洋之后的确定 最好有零号 柴柴柴 或是什么 柴柴 零号 或柴柴 或小备洋 这个一定要记住 这是极阴次洋战术的要点 所以每一集 你只要换一个王牌 看到没有 什么王牌啊 一二三四五六七月号 他回踩不破王牌 住了势力 不破 出现赤阳 开枪 好 这里 守一线先中原 你看 回踩黄金线 假如这洋 你还听过杨圣经 来杨圣经 不过柴柴柴 出 来 吉阴次洋 折腐卷肠 借助他人的平衡 看到没有 达到自己的平衡 得下 吉阴次洋 盖全阴 说那这家小备洋 反弹的力度 就非常强 好吧 这是一定要注意的 好 接着再来看 强奈波 战术的要点 强奈波 战术的要点 那么 什么是强奈波 强奈波的战术要点 热点板块 龙头骨 回调 不破 二一位 四围 无强压 或以 搬移 消化 回调 假跌 底部构建扎实 根基老靠 二八二波 果断 十分 好 这个是什么 大家看 标注一下 这里是不是有一个单枪呢 单枪过嘱风 是不是有个单枪 是不是有个单枪呢 这个单枪是不是高粱柱了 这个单枪是高粱柱 那么 假英尊阳过出风 是不是要千流待掌 假英尊阳过了这个出风以后 大家看 他的后面有没有破掉高浪底 没破 反包 架板量说过嘱风 架板量说过高浪底 板后单枪 他是不是又是高粱柱呀 板后单枪 架掌量说嘴唇做多好 板 看到没有 来 来 这个大家说 首先说这个庄家强不强 这个庄家强不强 这个庄家非常强 好 那么他注意了 在这里呢 是不是有一个 是不是有一个跳空音 不过二音位 不过七十点 继续跌 再来一个 说量的假跌 长音短柱 对吧 接着又是个一字板跌停板 好 大家注意一下 这里 是不是有一个低开高走的反包 低开高走 是不是把这个一字板给包了 包了没有 好 包完了以后 这里的回调 回调 也就是在这个波段当中 属于他的什么位呢 一个板 两个板 三个板 四个板 五个板 六个板 是二音位不到 是不是 不到二音位 因为二音位在这里 是不是 好 那看一下 他是不是稍作调整就上功呀 是不是稍作调整就上功 好 那么王牌键等三天 一二三 是不是黄金柱 首先告诉我 一天两天三天 是不是黄金柱 并且这个单枪 告诉了我 他的意图 这个单枪啊 大家想一想 这是个侦察兵的行为 这个侦察兵 告诉了我们 阻力是不是要上 阻力要上 他来试探一下压力 试探一下火力 然后呢 觉得压力大了 大家看 大家看 就回来了 报告 这个时候报告 报告海哥 上方的筹码 我感觉差不多了 因为他在这里说亮了 看到没有 都是长远团都打不出来亮了 我就说 那得试一下 你用一个金次扬的幅度 上去试探一下 大家看 大家看金次扬 则福建仓 黄金线上出次扬 次扬 品量过二一 大家说 这个庄家 留不留了 留不留了 这个传令兵 这是书上的 我们现在就说 他上台下台都是侦察兵 长队采现传令兵 是不是 传令你 传令给谁的 传令给黄金和元帅的 元帅说 你给老子攻上去 是不是 你还不给老子攻的 留下来报告 好的 名号 跳空长平 大家看一下 他在这里是稍作调整 就上多 次扬过二一 一过二一 他就来个长平板 这个长平板 大家看一下 他是不是闭着眼睛 跳空过去的 他是不是跳空过去的 跳空一过去 就 噼里啪啦开始了 现在噼里啪啦开始了 猎狼技术 他又开始了第二波 一个板 两个板 甲阴真阳 来 甲阴真阳 次上涨为强壮 采用甲阴真阳的战术 强壮 又来一个涨停板 大家说他留不留啊 那这个第一个案例 本人是从这里给大家发出的 大家还记不记得呀 记得呀 这支股票第一波 你们的海哥是从这一天发出来的 发出来之后一个打两个打三个打四个打 以后这样的票赶不赶打 党后单枪 说量 驾掌量说 折击做多 一座 一二三四 是吧 这就是送钱你了 是不是呀 我们一定要学会战法 好不好 好 再来看 波段逃顶战术的要点 那么这一支票 我们一定要记住要怎么逃顶 一支股票 它不停地往上涨以后 涨 那倒告诉大家一个问题 就是每一支股票 是动态平衡的原理 涨要涨过头 它跌就要跌破底 好 当这一波上涨过程当中之后 大家看 这里是不是高位的假音真扬 是不是 是不是高位 高位的假音真扬 好 低开低走 属于主动撤退 是不是 好 这是一个撤 它主动在撤退 撤了以后 不破这种基柱 来了一个涨停板 是不是 当很多同学发现 哎呦 这个股票不得了了 一定不得了了 还要涨地 大家看一看 它是不是在掩护呀 这叫测远 为什么 大家看 它第二天 低开低走 可能有大跌 上攻不过其阴重的势力 封顶线 低开低走 所以它主动撤退 这叫测远 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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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得没有 来 测远 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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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不记得住了 只要它把这一条线一破掉 下去就是一位 这就是股市的动态平衡原理 这就是测远 只要它不过左锋 记住了 每一只股票 你发现 它的右锋 这是右锋 低于左锋的时候 右锋 低于左锋 你就小心它撤退 小心它撤退 一定还要记住低开低走 可能有大跌 看 这个这条线 这就是叫它的谷底线 一破线 阴破线 快走远 我讲的听懂了没有 听懂了没有 好 大家看 这里是推 这有了一个呼 呼哪里呢 是不过大阴的二一位 这是呼 它又进行了推 就是 侧 远 退 呼 退 呼 退 这样的票 就不值得你做了 懂了 我说意思是没有 所有的它就是远呼 侧推 不过二一 再下去一倍 记住了吗 不过这个二一位 它再下去一倍 好 这叫掌要掌过头 跌要跌破底 要记住这里 所以高开低走 识别阻力的意图 九阴阵阵战术 结合亮波桃里 侧远退后的识别 不过左风为掩护 不过左风为掩护 破骨线 破骨底为退 只要破了这个骨底 它就完蛋了 记住这一点 记住这一点 不过左风为掩护 破骨底为撤退 退退退退退 好 这是波段逃顶战术 好 股票所处位置常用的战法总结 这里每一幅图和大家讲过了 我们在这里呢 就是从高位下来 筹马白衣 使用斗米德之战术 真理战法结合三线规律 三线规律真理战法 凹底淘金 那么凹底淘金之后 它就会有一波上弓 遂扬慢生 无能赶根 有一波弓 弓 它就会形成一个左风 那么这个左风不过 它就会下来 守 在守的时候 多采用的是长腿采线 回踩精准 急阴赤阳 他平衡和自平衡的建构 那么达在这里 它就会再攻 攻 你们看 这里是右风第一左风 右风第一左风的时候 它就还会下来守 那么这里就成了攻守 攻守 好 在这里就会 我们和大家刚才说的 也会形成一个现场之变的战法 那么当它现场之变一突破 注意 突破这个顶 它就有濒临沉下 二次过风 单枪战法 在这里使用单枪战法最多 那么当它移过这个左风 注意它是不是要冲呢 那这里一冲 它就使用过风保顶 站稳凹风 过风保顶站稳凹风 即将上攻 在这里上攻的时候 注意 这就是祖神了 柳虎三角 甲阴赤阳法 驾掌亮说 回马枪战法 康桥小燕子 那么这里就一个 防 防的时候 采用是长银短柱 极银赤阳 黄金十字架 波段的爱意味 这就是商座调整极散工 它就会开启第二波 第二波以过阻峰为主 也就是门当户队 一过阻峰 它就开始抢二波 抢二波开始了 那么这里就要结合 九阴精英 见顶信号 侧远退 护 退 那么 这就是一个股票 全部的一个战法的 一个完毕 大家看这一个 这一支票 首先 是不是采用了 守米代的 抖米代的战术 抖米代战术之后 次阳数量过而易 对吧 抖米代 这里就是一波 什么 是不是一波波 是不是一波攻量 攻完了以后 大家看 它是不是一个放量瘾 它就是一个放量瘾 放量瘾以后 那它就要开始撤退了 这个地方 在借助他人的力量 达到自己的平衡 是的 他人的力量达到自己的平衡 那么 这就是一个什么 他平衡 自平衡 这里 就是一个波动的吸筹 大家看 是不是要过阻风了呀 是不是要过阻风 过阻风 多采用假阴真阳 或单枪战法 对吧 好 这里呢 你看 这里是不是不能够站稳高亮 住的石顶先 石顶先 对吧 石顶先不能过 他就要下来了 这是不是过风保顶啊 是不是过风来保顶 过风保顶 保完了他就开始了一波攻 还是不能站稳 石顶开始 连鹰 长连鹰短柱 游底打压 打压之后 他是不是开启了第二波 就开始了 对吧 这就是我们 他的一个吸筹的过程 滑洋脸柱 他就是在这里有吸筹 好 接着再来看他 大家看 这一段 这一段啊 是不是这个放量鹰啊 放量鹰 有没有单枪消化 看一下有没有消化 左鹰 有没有消化 这就是大鹰被食 大鹰被羊给吃过了 好 吃过以后 是不是这里又形成了高亮柱啊 这里就形成了高亮柱 高亮柱 石顶不能站稳 它就要跌 那么这里跌下来以后 大家看 是不是黏音下跌没有零界点 那么 它是不是借助了他人的力量 借助了一个掌平板基因 掌平板就是他人的力量 达到自己的平衡 好 那么达到自己的平衡 首先我们看 量柱 所为的低量柱 对吧 量柱是不是所为的低量柱 低量柱的形成 代表 我们抄底三绝 那么 这里低量柱之后 跳空确认这个次阳 是不是拧号 是不是小被羊 来 次阳 盖全阴 这就是他平衡 治平衡 接着呢 你看 这里有一波上弓 弓 王牌剑 是不是王牌了 王牌有了 好 王牌有了以后 你看 这是他的爱一位 对吧 是不是爱一位 是不是他的爱一位 爱一位不过鬼门关 爱一不过鬼门关 长阴短柱 有底回踩 是不是形成了一条 黄金线 来 黄金线上 缩量次阳 看到没有 缩量次阳过了二一位 是不是要跟庄了 缩量次阳过了二一位跟庄 一根掌平板 跳空过阻风 是不是跳空过了阻风 来 这个掌平板 过了他的爱一位 盖了他的司令 零号屯空过阻风 是不是 过了吗 一过后面 直接踢着吧 这个就是一个正仓启度 阶段的一个解析 来 你只要画好这个贴 这是不是缩量 假跌啊 高量度之后是缩量 那么下来你要找到平衡 找平衡 做王牌 一柱一线 快乐赚钱 假跌必有增长 但是怎么增长呢 一定要有一柱一线 好不好 这是启动 接到的一个解析 那华阳列路 过风冲了 看冲 这有一个冲 好 我们刚才和大家说过 这里是不是过阻风了 过阻风了 这里就是过阻风了 形成一个高量柱的掌平板 接着是架板量说 对吧 那么这里有个跌停板 是不是一个高量柱 是不是高量柱 跌停板是不是一个高量柱 它形成一个高量柱 次日 是不是次阳盖了阴的石井 次阳盖了阴的石井没有 次阳一盖阴的石井 涨停涨停涨停 是不是 你只看这个次阳盖了阴的石井 回踩不破就OK了 一个板 两个板 三个板 高开地走 高开地走是属于它的被动撤退 我们先出口端杂 对吧 那么 它 是不是已经阴盖阳了呀 阴盖阳没有 大家看那边量阴盖阳没有 阴盖阳 好 高开地走属于阻力被动撤退 一个板两个板三个板四个板 四板不封 我们坚决走的 先走的再说 盖了九阴真金 跳空阴 拉拐清 好 那么下来之后 缩量 缩三阴缩三阴 是不是长阴短柱 你看它是不是缩量假跌 是不是长阴短柱 那么 当它打到这里来 又是借住了掌停板基因 是不是 吉因次阳盖全阴呢 吉因次阳盖全阴 缩量一倍 是不是缩量一倍 接在零号腾空 零号腾空 一个板 两个板 这里为什么会跌停呢 大家注意 是不是这个高量顶的原因啊 是不是高量顶 这里很明显 它 这里很明显的一点是 这里是高量顶没有有效站稳 所以它来了个低 开地走 来了个跌停板 这个跌停板有没有量 这个跌停板没有量 所以第二天 来 跳空音 未破底 高于人线不撤离 来了一个回马枪 是不是 是不是来了一个回马枪 这样的票 就要画好工坊线 这里 是 急急在抬高 是不是急急在抬高啊 这里是急急在抬高啊 跳空音 未破底 高于人线不撤离 回马枪 接着再来看 是不是 突破它的 一位 过风了 是不是 好 过风之后 它又是一个什么 单枪 上攻不过 又是下跌 大家看 它是不是 缩量下跌 缩量下跌 不破 掌停板 基因 同时 是不是一条黄金线 是不是一条黄金线 黄金线上 人家已经逢低 介入七层基因 又是一个掌停板 对吧 掌停板 高开低走 因回马 硕三一硕三一 等于硕二一 请问它 有没有破黄金线 黄金线上 又是跳空音 未破底 高于人线不撤离 它又是一个回马枪的 掌停板 所以是不是基础很重要 这就是华阳连柱 非常流 健康 正常 启动 拉伸 使用我们的 什么 掌停板 基因 高量不破 跳空不补 使用回马枪的战术 这才是我们看的 也是华阳连柱 过风 冲的阶段 好 这就要看懂了 那你不能说 你再来 我们在后面再去追它 行不行 好 这是华阳连柱 那么我们再来看 说图看似 股票运行完整周期 各种 各阶段的根据位置的不同 灵活应用战法的应对 关键是识别当下股票 运行所处的位置 在什么山头 唱什么歌 冲的阶段为股票 涨幅最大的阶段 应结合当下热点板块 参与主攻及抢二波 大家看 这是税阳慢心吸筹 回踩打劫 借助他平衡和自平衡 这又是税阳慢心吸筹 借助他平衡自平衡的建构 接着第一波为四攻 是不是第一波为四攻 接着开始正仓吸筹 正仓吸筹 来回踩不破 抬高 过风 二次过风 开始拉伸 这就是来二次过风 来了 那么我们参与的时候 是不是要参与在这里二次过风 参与二次过风 那在这里是回调不破波段的二一位 回调不破波段的二一位 所以再次往上 往上 所以一定要注意 结合一个波段的走势 所以你们看 他只要敢站稳这样的高亮柱 你说他后面会不会涨 只要站稳这样的高亮柱 他后面就要涨 你们看 他是不是零号跳空在这根高亮柱 零号跳空在高亮柱 他后面就要涨 你这里波段操作 回调不破二一位 扬胜进 回调不破二一位 扬胜进 对吧 你这里不出 出 回调不破 涨停把黄金线扬胜进 扬胜进 来 阴回马 来 不破金线扬胜进 这样才能做到我们一个 完整的股票的运行 好吧 好 我们今天晚上的课程 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 谢谢大家 感谢聆听 好好学习 天天向上